两年前的台湾大选 因为意外捡到了香港反修理骚乱这颗原子弹 蔡英文狂扫817万张选票 成为台湾由选举以来得票最高的领导人 但是风水轮流转 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地方线市场选举 民进党不仅未能续写传奇 反而输得一塌糊涂 录得了创党36年来参选的最差记录 尤其蔡英文力挺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被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大胜14万张选票 与之关系密切的民进党桃源候选人林之间 因为论文造假被揭穿退选 北部重镇基隆丢失党 都重创了民进党选情 蔡英文作为党主席 民进党选战的第一操盘手 也因此被普遍认为应该为败选负责 被一些媒体和评论人士称为民进党第一战犯 在当晚即辞去了民进党主席职务 其实就蔡英文来说 为这次选战 她不可谓不用心 甚至可以用权力投入来形容都不过分 比如 身为台湾领导人 工作还是相当繁忙的 但是她仅仅一周之内 就曾三次放下手头工作为陈时中站台 选举期间 台湾从南到北的各个选举战场 她都一个不拉跑了至少一遍 为给民进党候选人催票 蔡英文还祭出奇招 喊出了投民进党候选人 就是选蔡英文的口号 把自己和民进党候选人捆绑 希望借助自己的身份效应 达到加持候选人的目的 然而在实操层面令人尴尬的是 这一招不仅没有帮上那些民进党候选人 反而在选后检讨中被普遍认识是一个策略性失误 起到了相反效果 那么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两年前蔡英文还是民进党的票房宝贝 获得了创纪录的超高选票 才刚刚两年时间 就突然变成票房毒药了呢 首先不得不说最重要的台民众意见 直接罗列出种种罪行 据台媒报道 乌克兰危机持续进行 台当局即今年早前向乌克兰捐赠近10亿元新台币后 近日又编列18亿元元污 香港《大公报》报道 台当局明年的预算中 有144.3亿元投入国际合作及关怀源外项目 其中有约18亿元将用于援助乌克兰 今日台立法院邀请安全局局长陈明通 台外交部长吴钊燮 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做报告 并进行质询 针对台当局编列预算计划捐资乌克兰18亿元一事 吴钊燮表示 乌克兰受到那么惨重损失后 台湾方面发挥爱心并未要求回报 纯粹是台湾民众善尽责任 台网民对此表示 拿18亿去给乌克兰 却是台湾全民买单 一句不求回报 有问过台湾小老百姓吗 回货无度的蔡英文和吴钊燮 是该死的败家子 随说蔡英文这几年以来 客观说还是做出了一些政绩的 比如台湾经济因为中美冲突出现的产业回欠浪潮 使得起增速在过去几年表现抢眼 人均GDP在2021年达到了3.3万美元 台美关系也因美国遏制中国与台湾拥抱 美国以寻求心理安全的双向需要而获得了实质性进展 佩洛西访台还让蔡英文与台湾在国际社会享受了一把难得的高光时刻 这些都符合台湾人的需要和政治想象 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给民进党带来希望的票房效应呢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传统选举政治的钟摆效应 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失误主要是蔡英文力挺林志坚与陈时中的私心 地方选举中选民对民进党最拿手的两岸议题不太关注 选民更注重于候选人形象于主打的选举议题和城乡治理能力等原因 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原因都和蔡英文密不可分 首先是在这六年 尤其是最近两年的内部治理上 蔡英文政府可谓是麻烦不断 防疫不利 疫苗弊端 以及社会重大治安案件频传 黑道与政治人物过往深密涉嫌利益交换 在政治争夺中吃相难看 不给对手国民党与民众党一点机会 一架吃肝捞尽的贪婪让选民看不顺眼等 都拉低了民进党的选举分支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在两岸问题上 在中国大陆的武统压力下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大力丸失效了 蔡英文任内虽然台美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 美国在各方面也加大了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操作力度 但是这些动作并未给台湾带来多少实质好处 反而引发了两岸之间的战争危机 之前的两岸危机 台湾人大多觉得都是大陆的文攻武下游戏 大陆只是嘴上嚷嚷 军事上展现一下姿态 不会也不敢针对台湾动武 但是中美关系恶化后 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展现的反分裂意志 以及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美军只做军事援助却拒不派兵的态度 让台湾人开始觉得大陆的统一意志 已经不只是一种姿态 而是已经具备了付诸实施的军事能力 而美国的安全承诺在战争爆发后 到底能不能兑现 却没有任何人能保证 尤其佩洛西访台后 解放军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锁岛演习 见机空前抵近台湾本岛 让台湾领教到了大陆军力 对台湾所具有的碾压性优势 同时解放军经过多年经营与战斗准备 也具备了在台海地区对美日军事介入的有效拒止能力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武统压力下 台湾人开始认识到 蔡英文刺激两岸紧张对抗的举动 可能并非台湾之福 反而可能给台湾带来灭顶之灾 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争 台湾肯定会化为焦土 美国则未必会出手相救 所以两岸战争威胁下的理性思考 在这次选举投票中发挥了作用 使得部分选民的台独异想出现一定程度退烧 消解了蔡英文拼来的外交成绩 也让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大力丸最终失效 有关这次选举结果 其实从民进党当局在台湾民众间的负面评价 越来越多之后就足以预见 选举结果出来 民进党高层也并没有反思 而是相互指责 推卸责任 就连民进党创党元老 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也看不下去了 吕秀莲将民进党这次失败归咎于四个原因 即党机崩坏 党德沦丧 傲慢失能 以及使台湾陷入战争边缘 吕秀莲将矛盾对准了蔡英文 批评蔡英文组建英系王朝 在党内大权独揽 吕秀莲对民进党的抨击还是比较客观的 民进党选举期间所畅谈的给台湾未来所规划的蓝图 以及当着选民的面所做出的承诺 到头来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 待民进党大权在握之后 就听不进去民众的声音 也不再以台湾利益为先 民进党当局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前途 早已忘了自己的初心 自民进党上台之后 专横独断 党同伐议 通过政治手段操控岛内的媒体 企业甚至是岛内的选举 民进党通过岛内主流媒体 向民众散播错误思想 剥夺民众的发言权 民进党还强势要求台湾华航购买存在性能问题的波音客机 将台积电送到美国建厂增产 同时还干涉选举流程 指定亲信为县市长的候选人 并一路护送其上位 这一切都是为了独揽大权 满足民进党当局的野心 民进党通过牺牲岛内企业和民众的利益向美国投诚 以交换所谓的政治利益 想凭此获得美国政府的庇护 民进党以为这是一场平等的交换 但实际上自己沦为美国操控的棋子却浑然不知 民进党沉浸于台美合作的美梦中 自以为高枕无忧 但正经历这一切的岛内 民众确实清楚明白美国背后的阴谋 所谓的经贸合作 不过是美国单方面向台湾地区出售 他们被其他国家退回的问题产品 而美国对台军售也一直没有落实 武器一直没有发货 民进党对此浑然味觉 还以此为荣 将美国当作靠山 当作一仗 凭借所谓的一番热血公然与大陆叫嚣 将其他向往和平的民众陷于不义之地 蔡英文支流为了炫耀自己的朋友圈 展示人脉资源 不惜花高价顾请西方政客赴台表演 自佩洛西之后 不断有高级官员窜台 发表所谓的挺台言论 然后蔡英文通过媒体大肆鼓吹 将这视为自己的底气和实力 民进党靠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段对台湾民众洗脑 还篡改教科书 试图篡改历史 隔断与大陆之间的联系 但两岸民众血脉相连 同属一家人 岛内和大陆之间的贸易通道受阻 加上民进党卖台求荣 台湾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这时民进党口中的盟友却没一个伸出援手 另外 由于民进党当局的真空教育 岛内很多年轻一代对大陆缺少了解 再加上媒体的渲染和民进党在背后的小动作 两岸之间联系愈发减弱 这也导致两岸关系出现紧张 但是不乏有时之事出面 戳破民进党当局的伪善面具 让更多民众得以了解真相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民进党的做派 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 民进党让岛内局势动荡不安 违背了台湾民众渴望和平的意愿 台湾民众无时无刻不担心 民进党哪一句过激发言会引发战争 所有人活得提心吊胆 这并不是台湾民众想要的生活 和平统一才是人心所向 只有与大陆统一 台湾才能发展得更好 台湾有背靠大陆市场 这个天然的优势 两岸本应该加强合作 互利共赢 不能让民进党打破这种局面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